大家好 乌克兰波罗申科现在是前任总统 生活不太愉快 最近波罗申科 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媒体爆出来什么呢 电话录音通俄 这个就非常有趣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东部 那打的脑僵子都直蹦了 脑僵子直蹦很多人为了乌克兰 抛头颅撒热血你再看看国家总统跟普京俩人 你好我也好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是最铁杆的反俄派 波罗申科在任期间乌克兰失去了克里米亚 乌克兰和俄罗斯从兄弟国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波罗申科带领下乌克兰全面投靠美国和西方 彻底深西化甚至写入乌克兰的法律 在经济上加入欧洲 在军事上加入北约 成为乌克兰奋斗的目标 即便是泽连斯基上台以后 这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那么这个铁杆反俄的波罗申科最近爆出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 就是刚才说的 波罗申科一直以反俄自虚 而且批评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对普京卑躬屈膝 可是事实上波罗申科和普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 乌克兰的现任总统泽连斯基也曝光了一份 波罗申科的电话 电话录音 从内容上看 波罗申科不但不是反俄派 而且是普京的密友 当地时间的7月9号 乌克兰最高拉达会议的 一员叫安德烈 杰尔卡池 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这段录音 这段录音虽然没有挑明身份 但是从声音上判断 就是前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另一个人是俄罗斯联邦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电话录音的时间是2015年4月30号 2014年年底 克里米亚刚刚被俄罗斯出兵吞并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 乌克兰东部战争 刚刚打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和普京 在电话里都谈论了什么 大家可以听一听 波罗申科首先向普京说 西方国家 并不想派遣维和士兵进入顿巴斯 就是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两个州 认为这是俄罗斯故意挖下的陷阱 俄罗斯诱导西方国家进入顿巴斯 这是一个计谋 也就是说 当时乌克兰顿巴斯 顿涅斯克战争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的一个战争已经打开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把西方的绝密情报 告诉了普京 就告诉普京了 西方现在 北约不想进入顿巴斯 认为那是个泥潭 我们现在不会陷入泥潭 俄罗斯的陷阱 我们不会进入顿巴斯 这就是把盟友的秘密告诉了普京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 自己的士兵在那冲杀 我之前放过那段视频 乌克兰的 那帮士兵在乌克兰的顿涅斯克国际机场 最后 最后的一场战役 我之前放过视频吗 高唱乌克兰国歌 拒不投降 最后全部战死 当时这帮人如果要知道这个总统 在和普京通着电话 俩人把所有的秘密都在 互相交换 你说这帮人死的时候 哎呀 我现在不想想 我觉得这些人听完以后 哎呀 死得轻如红毛 但是我也要为这些士兵点赞 他们呢 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誓言 他是一个好士兵 我觉得俄罗斯士兵 在大将把他们击毙以后也会敬礼的 这些士兵 不是政客 人家是真正的军人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真真假假 哎呀 哎呀 这就是政治啊 所以咱们呢 在互联网上看有一些政治性的节目 看有一帮啊 总统啊 天天反中啊 反俄呀 每天是不是 中国崩溃呀 是不是 你想想多么可笑啊 你想想这帮总统 就是人家这个圈里面这些人 人家在玩什么 咱接着谈啊 乌克兰的这个 波罗申科把绝密情报向普京汇报了 这一点不向敌对国家反而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是联合做局 在联合做一个局 波罗申科接着说 邀请俄罗斯派出代表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样就可以为明斯克协议谈判进行充分的准备 普京回答了 普京怎么说呢 普京说这就 我这就交给拉夫罗夫 俄罗斯的外长 我这就让 交给拉夫罗夫 来处理 这是很好的建议 没有什么理由拒绝 波罗申科和普京两人对话 轻松愉快 波罗申科祝福普京五一节快乐 声称两人都是 勤快努力的工作的人 两个人会走上一条团结之路 你看 双方军人打了你死我和在这个战场 是吧 都简直打的都是 不共戴天之仇 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互助五一节愉快 哈哈哈 就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 哎呀有时候这个民意啊 民意和政治 是不是老百姓觉得自己真是很愚昧 这俩 乌克兰是民选的 民选的一个总统 民选的总统为了自己的地位 可以出卖国家 还有哪个国家是民选的 美国是民选 台湾是民选 都是民选 这些国家会不会这些人为了连任 为了自己的执政 出卖 你们自己的 你们这些民选国家自己想一想 普京啊最后还提醒了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国内局势很复杂 关心波罗申科能不能应付 你看这个普京这个人啊 像老大一样 这关心波罗申科你能不能应付你们国内局势啊 不行的话是吧老弟呀 我这帮帮你 你乌克兰有一些人的情报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对吧 有些人想对你不利 我提前告诉你 像不像你看之前对付土耳其那个阿尔多安 阿尔多安还跟人喝酒呢 对饮三杯呢 这家伙晚上还喝酒呢 普京电话来了 老弟呀 赶紧走 有人要政变 坦克都上街了 再过20分钟 有导弹要打到你这个酒局上了 这阿尔多安马上起身就跑了 你说普京啊 比如 土耳其国家安全局 自己的情报机构都知道土耳其 发生了什么 普京是不是克厄伯出身 就这帮玩政治的玩这种间谍 玩这种情报的你说这些人 多邪恶 多邪恶 所以你说政治好玩吗政治 政治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阿尔多安不就让普京给救了吗 这回波罗申科呀 其实也是一样 波罗申科如果碰到这个政敌呀 普京也能帮着波罗申科 你跟我交了底了吧 我也帮你连任 帮你波罗申科能做完这一届 所以大家知道 就各国领导人哪 有的时候见面 扎领带 那叫什么 那叫国事访问 不扎领带 像有时候有些国家领导人互相之间 不扎领带来回在公园里逛 那显示的是私人感情 那感情如果是显示私人感情 就像普京这个意思 咱们可以不谈国事 可以谈私人感情 我可以救你一命 关键时刻 有没有趣 所以有时候你看政治 你得看后面的底层 他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 到底是不是 有那种私人感情 哎呀 对于普京的如此贴心的关心 这个波罗申科呀 说请普京放心 总统越干越容易 乌克兰民众对自己很支持 可以看到这个政客的嘴脸 你看到这些 这些政客的嘴脸 民选的 这也是民选的 干两届的 很牛逼 对乌克兰国内局势完全可以应付 两人亲切告别 波罗申科说 握手 非常感谢 普京最后回了一句 拥抱你 再见 加油 你可以看到普京和波罗申科两个人的个友谊啊 绝对是私人感情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国际上你要想说政治啊想理解政治 你得知道这种底层逻辑 这个政治啊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啊 两两国互相之间啊 反中反华 反这个反那个是不是 这个这个 川普对习近平恨之入伍 川普好像现在一直没有骂过习近平一直说习近平是什么 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习近平 就你知道这种 两人之间私人感情啊有的时候吧 在在他关键的时刻呀啊关键的时刻会起到作用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反中啊 有时候我觉得那帮恨国党挺可怜的 就像这个乌克兰民众支持这个什么 支持这个波罗申科一样 哎呀波罗申科反俄了 波罗申科反俄了 跟俄罗斯不动带天呐 是不是 俄罗斯又崩溃了 每天喊着 结果发现自己那位总统啊 把什么事都告诉了 对方 跟对方私底在交易 哎 就任何国家的这种政客 你能玩到这一点 说白了什么你是聪明人 聪明人绝对不会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我跟俄罗斯冲突 我跟你好 好什么好 你给我什么利益 跟你好 自己利益为主 这就是政客 这些政治家玩的是这 最后还是看利益 看利益 普京就 哎 输送一些利益 说白了 国际上你看明白了吗 哎呀 我呀 我觉得这个事给所有啊 咱们这些看 看所有政论节目的 给你打下一个坚实的底层逻辑 以后你再看有些人说什么 川普要对中国怎么怎么样了 你就骂他们傻逼就完了 你就 你就把他们当成傻逼就行了 没有一个国家是玩真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看这个 波罗申科对普京了 自己的军队下令在顿巴斯 打死俄国人 出兵 啊 拍电影 拍成电影 顿巴斯机场战役 你看他打在两边 脑僵都蹦上来了 互相之间不共带天 老百姓互相 啊那个仇恨 你再看领导人互相之间 哎呀 我能不能连任你得帮忙啊老哥 是吧 普京说 兄弟你小心点 啊 有什么事 知识 知识老弟知识 武艺节快乐 有啥事说 哎呀你给我汇报这情况很好啊 咱们一起 一起把怎么事业办大了 哈哈 哈哈 哎呀你再看个土耳其 互相之间把弹斗机都打下来了 但是你看普京照样 该救他命得救他命 哎呀 所以我有时候说呀 你要没这个脑子你玩不了这个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不是那么简单 我现在听那帮人天天抄出什么 中国 完蛋了中国崩溃了 美国总统要把中国人怎么那样了 又搞了一帮什么 哎呀 叛逃到美国的 天天骂中国 我看这帮人就像小丑一样 你现在你今天你听完我这个视频 你看完波罗申科这个乌克兰总统 和普京 就这么一个甜言蜜语 这段录音 你再看看现在这个国际 国际上这些这些国家领导人之间 你再看看互联网这帮小丑 啊 每天想着这个美国怎么治中国 美国怎么样把中国干掉 这就是为什么我心里边特别踏实 我说不可能啊 没有人那么傻 哈哈哈哈 川普把这个 丁字裤都穿上了 是不是 准备当超人了 准备一飞冲天了 给大家捧啊 捧他呀 我得养个坏人哪 我川普拿枪出来了 手枪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目标没了都是好人 那行吗 怎么得抽个坏人哪 哎呀 中国说哎呀 委屈我吧 我就养个坏人吧 你打我吧 哎呀打死我了 打死我了 这国际政治有没有意思 都是给演戏呢 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啊 如果你看不懂 上了当了 啊 最后像那个乌克兰那帮士兵一样啊 就命都搭上了 命也搭上了 我觉得挺可悲的啊 被正人物玩到最后命也搭进去了 有些人这个 国也回不了了 你说为了人两国演戏呢 你自己那么投入 是不是啊 开始在国外反共反的 最后国也回不了了 到中国还让人天天给通缉 我觉得真没意思 真没意思 这个人哪 别当loser 真的 别别别活成那个loser 聪明一点 你看人波罗申科聪不聪明 人家就算现在我妈的让你让你现在这个总统 把普斯兰斯基通缉 普京跟我也是铁哥们 该管的时候 普京照样老大哥 有些人对你不利了啊 准备走走啊 照样会提醒提醒这小老弟 这是国际上的交往 私人感情 为什么普京到现在还能指正 国际上连话都不说 老大这么难这么容易吗 能照得住 国际上这些牛鬼蛇神全能照得住 谁敢翻脸 你看看跟乌克兰自己敌对的这个国家 这领导人都玩成这种这种程度 你想想这个这个情商这个智商 你再想想其他国家傻吗 其他国家也不傻呀 中国领导人傻吗 美国领导人傻吗 欧盟的德国的 好像就是一帮港独台独台湾那帮傻逼 台湾人最傻逼 跟他妈中国天天反中 最傻逼的国家 哎呀我也不想骂这帮台独啊 是天底下最傻逼的一群 哎呀 所以我觉得你看完这个节目 今天我又把你思维升上去了 你又了解了一下国际政治的底层 所以有时候吧 为啥你看我看这个国际新闻 看着能看透的 那黑龙党天天点编新闻 中国 800年了也他妈不倒 为啥呀 这回知道为啥了吧 想不通啊 你再看看波罗生科 和普京咬牙切齿互相斗的时候 你再看看他们两人亲密朋友 通电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知道了 什么叫国际政治 没关系 是这样的一事去 我们两人的证换 说你这转的 这转的